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两部影片走向海外 亮相嘎那 王一博能否在电影圈站稳脚步 王一博自从出演陈情令之后 人气和知名度就不断攀升 之后接连出演了多部电视剧和电影 甚至还参加了舞蹈综艺节目 展现了不俗的演技和多才多艺的能力 无数的文章和报道也将他誉为 新一代演员的代表 甚至有传言称他即将成为新一代影星 然而 王一博具备成为新一代影星的条件吗 首先 我们不能否认王一博在演技上的出色表现 在陈情令中 他饰演了一个聪明机智 痴情深情的蓝二公子 将角色的特点诠释得淋漓尽致 在之后的电视剧和电影中 他也很好地诠释了不同的角色 展现了他精湛的演技 尤其是参加完这就是街舞综艺之后 他的舞蹈实力和带队能力 更是让观众惊叹不已 他几乎会跳一次舞 当他还是队长的时候 他的带队能力也是非常的好 这些都说明 王一博具备一个优秀演员 所需要的实力和潜力 其次 在王一博主演的影视剧中 尤其是他最近参演的两部芯片《无名》和《长空之王》 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 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而且都亮相嘎那电影节 事实上 能在嘎那电影节放映的影片 都是具有一定水准和实力的优秀作品 王一博主演的两部电影都出现在了嘎那 可见他的实力得到了国内外的认可 此外 他即将上映的电影《五出我人生》 也将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的重头戏 这也证明 王一博在影坛备受关注 表现不俗 最后 我们也需要正视一个事实 王一博要想成为新一代的影星 还需要努力 虽然参演了多部影视剧 展现了应有的演技和实力 但他还需要不断提升自己 不断学习和磨练自己的演技等能力 同时 能否成为影星 还需要更多的机会和关注点 电影界有很多演员成名速度超快 但也有很多演员是经过多年的努力 才获得成功的 王一博也需要保持谦虚和努力 才能在电影界站稳脚跟 不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总而言之 王一博在演技和表演上的表现 证明了他具备成为新一代影星的实力 也为国产电影带来了新的面貌和活力 但是 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继续努力和提高 才能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希望王一博能够保持努力和谦虚 继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成为新时代电影的重要力量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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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